來日方唱 唱到天堂 我感謝你 還在我身旁 生命多燦爛 我只盼望 每一顆愛的不怕 這一次的專輯的作品 因為要聊的事情很貼身 所以就也很自然的用去年 自己的心情起伏 來去詮釋這些歌曲 那這個是之前 以前的作品裡面 還沒有遇過的狀況 所以好像就也變得自然而然發生 對 我聽我也覺得好像 就是差蠻多 但是我還蠻喜歡的 我本來是一個比較不太會 就是讓大家感覺到 比如說比較脆弱一點 或者是傷心難過的部分 這個是我比較少跟大家分享的 但是因為就是去年這一年 有太多這樣的心情實在是 讓我沒有辦法再 每一天都笑著過生活 所以今天能夠站在這裡 剛把一首歌唱完 然後有這麼多媒體在看你 其實你有沒有覺得好像 本來離這個夢很遠 然後突然又可以站在這裡 這這 天啊 所以 所以就是 這一次的專輯大概就是 本來的方向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其實籌備滿久 大概一兩年的時間 那因為去年剛好遇到這個狀況 所以 我們後來就是 用 收割的時候 也就是 用去年的心情跟去年的想法 來去做了很多的 跟以前來說算是一種轉變吧 但那其實是自然發生的 然後剛剛就是跟大家分享那個消息 那 其實我是 我是希望大家真的 真的不要太擔心 因為就是 我是這樣的 我都OK了 我就會出來跟大家見面 所以其實現在的狀態是 很穩定的 然後所以 也請就是支持我的朋友們 或者是有看到這個消息的朋友 不要被影響心情 是開心的 不完美的完美 就很像我剛剛就是 要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之前我說的 雖然它看起來是一件不是很好 不是很快樂的事情 可是 因為這段時間 加油… 你不要叫我加油 我歡呼歌讚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我知道其實 很多顆愁怕變得不容易 然後 我不知道你要面對的 還包括要 治療自己的身體 嗯 我們兩個 我也有一份餐 待會你要準備第三份 我覺得我快崩潰 我們找一個重量級的嘉賓 Miu她自己也是一個 我想她也是一個 抱喜不抱憂的人 那她也希望 大家 其實 能夠從她的作品裡面 然後這一次她也是 其實籌備了兩年多的時間 我知道她 對於音樂的要求 然後對於音樂 她想要自己展現 想要唱的 或者是跟大家分享的 嗯 所以 我們在工作前 其實我們也就 其實就針對工作 然後我們就是把 該要做的進度 做完 然後 其實我們就是在做完的那一天 兩個人崩潰大哭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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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對 對 對 echo 對 與我 甘心成圓了 再說也是我 甘心成圓了